欢迎各位议友全面进场 9月7日礼拜四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向来被视为亲俄的亚美尼亚 有转向的迹象 亚美尼亚总理柏新洋表示 过往亚美尼亚完全依靠俄罗斯 保障安全的政策是战略错误 亚美尼亚国防部宣布 下个礼拜将会和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宣称 俄罗斯绝对是高加索地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二单消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访问乌克兰 也和徐行人员第一次在基附过夜 布林肯提到 俄罗斯自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被攻占了的领土里面 有一半以上已经被乌克兰收服了 在讲到之前首先要呼吁国务之旧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亚美尼亚最新的动向是怎样的 这个国家向来就被视为是亲俄的 但是现在呢 有点动静了 亚美尼亚总理柏辛洋在日前就说 他们过往完全依靠俄罗斯保障自身安全的政策 是战略错误来的 因为俄罗斯根本上是长期都没办法兑现得到的承诺 据路透社的报道所说 柏辛洋总理就说 俄罗斯未能够确保得到亚美尼亚的安全 导致到纳卡地区遭到了轮廓阿塞拜疆的侵略 柏辛洋总理还说 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两国是签有防御协议的 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境内是设有军事基地 但是柏辛洋总理就暗示 俄罗斯过往曾经指责 亚美尼亚的亲俄立场不够坚定 正是逐步要退出南高加索地区 亚美尼亚近年来 就试图让国家安全政策更加分散风险 促进了与欧盟、美国之间的合作 也尝试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柏辛洋总理提到 亚美尼亚的安全架构 99.99%都是与俄罗斯有关的 无论在采购武器和弹药等各方面 但是事到如今 俄罗斯连自己的武器和弹药都是不足 在这样的情形下 就可以被解读成 即使俄罗斯有意愿也好 仍然是无法满足亚美尼亚的安全需求 柏辛洋总理还强调 这个例子就告诉大家 在国家安全事务上 如果只是依靠单一伙伴 这就是战略错误 而路透社的报道就形容 柏辛洋总理的言论 是突显出亚美尼亚国内 不满俄罗斯 未能够捍卫其自身利益的呼声 而柏辛洋总理也指责了 俄罗斯的维和人员 未能够履行职责 维护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之间的停火协议 所以整件事其实就是俄罗斯 没有办法再发挥得到他那个有效作用 于是乎就被离弃的 因为俄罗斯他本身也是不够人用 又不够武器 又不够弹药 他都自顾不下 还哪里得理得你这么多 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就是长期不和 两个国家是打了两次战争 第一次纳卡战争就发生在1988年至1994年 打了六年的时间才是停火的 第二次纳卡战争就在2020年爆发 打了一个月在俄罗斯的滑船底下 双方就停火了 第二次就是亚塞拜疆赢了 这两次的战争其实就是要争一块叫做纳卡的地区 这一块地方就是主要由亚美尼亚人来到定居的 但是它的具体位置就是在亚塞拜疆的境内 从1991年到2020年 纳卡大部分的地区就是属于亚美尼亚人成立的一个政权 叫做亚尔策克来到去统治的 自从第二次纳卡战争 这个亚塞拜疆赢了以后 大部分的纳卡地区其实已经归回亚塞拜疆来去管 所以两国一向都有这个仇口在 其实很多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间 都有很多这些类似的情形 因为以前苏联就很流行这一套 在不同的加盟共和国之间 互相统领一些非地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 互相制衡 结果苏联解体以后就当然是争饱了 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呢 纳卡地区仍然有一小部分 是由亚美尼亚人来到去实际占据住的 在2020年的第二次纳卡战争以后 俄罗斯就答应了 他就会派驻这个所谓的维持和平部队 在这个商业之间来到去做一个调停 过去这两三年 有俄罗斯这个老大哥坐镇看场的时候 又号称了全球军事力量排行第二 这么厉害 做势的自然都要给他面子 不敢作反 记他三分的 所以就算偶尔会有一些 零星的冲突也好 就没有演变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大家记了他 既然他说要调停的时候 免得吵了 但是如今你这个老大哥都落烂了 过气大佬了 现在变成了做势的 也不用尊重他 也过气了 自己都顾不定 进入侵乌克兰学人 搞到一团租 陷入了一个泥沼里面 本来他们答应了亚美尼亚在安全 在防务上 要提供协助的 他又做不了了 那你哪里得人尊重才行的 所以 现在有故说了 出现了一个转向 最新的消息说 亚美尼亚国防部已经公布了 将会在9月11日至20日期间 与美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目的就是为了让亚美尼亚的部队 做好参与国际维持和平任务的准备 美国军方说 今次的联合军演 将会有85名美国士兵 和175名的 亚美尼亚军人参与 美军方面 就会派出了包括 坎杀斯国民兵的成员 美军就说 美国和亚美尼亚 有20年的 训练伙伴关系的了 今次的联合军演里面 将会是使用轻武器的 就不会用重型武器的 飞机大炮就不会有了 帕新阳总理就指责 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而分心 未能做到保护亚美尼亚 不受亚赛拜疆的持续侵略 路透社引述学者表示 亚美尼亚目前向俄罗斯发出一项强烈的信息 强调俄罗斯对当地局势分心 以致不活跃的事实 已经对亚美尼亚的敌人 即是亚赛拜疆 和当地局势造成影响 其实今次到底亚美尼亚 它是会走得多远呢 摆明就是和俄罗斯 发出了很强烈的抗议声音 到底是要反他台 真的投向美国那边 还是只不过扭计呢 当然这个要时间来观察 但是有一件事不得不说的 就发生在昨天 这件事很重要了 就是柏新阳总理那个夫人 就联同了塞尔维亚的第一夫人 去到了基赫 拜访这个乌克兰的第一夫人 就是扎连斯基的太太 这件事就在乌克兰的媒体当中 被高度的重视宣传报道 就认为为这两个国家 终于是摆脱了俄罗斯的 那个的 钳制了 我就会同意这个观点 为什么呢 纵然塞尔维亚总统 姆士奇 和亚美尼亚总理 柏新阳 两人就并没有去到基赫那里 见 扎连斯基总统 因为如果他们去的话 就很大阵仗了 但是派出他的老婆去 这个已经是一种表态了 纵然他本人没有去 他老婆去都是一个很大的讯号 大哥现在几乎一天都被俄罗斯炸 在战争状态当中 好去不去 是不是呢 如果不是撑他就不用去了 老实说 塞尔维亚都已经是有放水的了 有些弹药 武器 明明是运去乌克兰的了 那么他没有制止到 这个就已经是一个表态了 因为塞尔维亚向来都是亲俄的嘛 亚美尼亚也是一样 亚美尼亚的第一夫人才厉害 是有上战场的哦 打这个纳卡战争的时候 所以就 这些都是一个很强烈的讯号 就很明显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国力衰弱了 军事力量又见底了 被人看穿了你那张底牌嘛 你以往去大哈勢的时候 周围打祸祸祸你赢的 个个怕你啦 但是现在原来一个乌克兰 那当然就不是乌克兰自身的力量 就是这么简单啦 还有很多西方国家的 军备的援助 就已经卡死了你俄罗斯了 那你还可以在其他地方作恶吗 就不行啦 所以在这个俄罗斯的后南高加索地区 就出现了一个转向 那到底他会转得多远呢 就要持续观察啦 但是这些都等同于是落里普京面 没有分别的了 不是就不会派个夫人进去的 这个贪得意嘛 是不是呢 那好了我们看看这个俄罗斯方面有什么回应 那他就当然是扔提扔爪啦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 他不同意亚美尼亚总理柏辛羊的言论 他还认为呢 俄罗斯绝对是高加索地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俄罗斯在稳定高加索地区局势方面 始终都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俄罗斯将会是持续扮演这个角色的 你看看他那些言词呢 根本上就是 喂好似的哦 和大陆 但是他更加是丁蟹上身 俄罗斯是高加索地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你在说哪里 你占据那个北高加索就当然啦 但是南高加索都有三个独立国家的嘛 一个是亚美尼亚 另一个是亚赛拜疆 还有一个是格鲁吉雅 那那些是怎样呢 你又说到整个高加索地区都好像是你的 不可分割的了 喂独立的人是不可分割 吃了大头菜这些人 所以就没有的 他只能够在那里废话 你又阻挂不了别人在那里挂你 你只能够说你不满他 那你可以怎样呢 你现在也没办法的 所以就唯有靠打嘴炮就挽回了多少的面子 好了 接着我们就看看另外一件消息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昨天突然之间到访了基辅 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过去几次其实他也是无预警 就去到基辅了 这次还第一次跟随行人员过夜 自从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贵军事需求 布林肯也不是两手空空走去 也都是为乌克兰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宣布 美国为乌克兰追加了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那这一批援助就包括了 总额达到1.7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那有些什么呢 更多的防空设备 炮弹 反坦克的武器 那还有呢 是美国之前承诺会提供的 Abrams坦克的朋友弹 还有其他的装备 很多 一大堆送过去 好了 记者就问到了 你担不担心美国的民众 和国会议员 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 难以维持下去呀 布林肯就说 他是乐观的 几乎在一年之前 他同样也身处在几乎 而在这段时间里面 乌克兰在修复失地上 是有成果的 自从2022年2月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所攻占的领土当中 有50%以上 已经被乌克兰成功修复了 而在当前的大反攻行动当中 大家都看到过去几个礼拜 乌军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为什么他要强调2022年2月以来 就是因为如果你不是用这个 时间来去划线的话 他就没有修复到一半领土以上 因为你还有一个克里米亚半岛 那里是一个很广阔的地方 所以把克里米亚排除了之后 去年俄罗斯的进仗 有一半已经是呐出来了 乌克兰外交部长傅列巴就说 这一场战争决定的不仅是 乌克兰本身的命运 他还事关到战后世界的面貌 若然被俄罗斯赢了 其他的独裁者就会觉得 自己很有力量了 可以借助着军事的力量 来到去入侵他的近伦 那傅列巴就问道 若然西方赢不到这场战争 那往后还有哪场战争是可以赢得到的呢 按照美元总额来到计算的话 那美国固自然就是 乌克兰最大的军援捐助国 而根据基尔研究所的分析显示 其他的国家包括丹麦 爱沙尼亚 立陶宛 拉脱维亚 波兰 斯洛佛克 捷克 挪威 芬兰 荷兰 英国 等等 相较于他们的经济总量 其实对乌克兰的资金贡献就更大 因为你要看看他的国力 他的资金有多强 美国一向是最强的 不用说了 我一向都说老美就是老大哥 就算来到二十一世纪 他都会是老大哥 这二千年到二零九九年 你都不用想了 有些人想着 可不可以取代美国 是不行的 虽然现在过了二十三年 但是 很肯定 因为 美国在各方面 都是超越世界其他国家的 无论在军事力量上 科技上 经济上 不能挑战他 你可以挑战的 但你不会成功 应该这么说 再说回这个数据 为什么要提述到这些国家呢 就是因为 虽然别人的国力 没有美国那么强大 但是别人其实一样 都有出钱出来的 所以 相较美国的力量那么庞大的话 别人都肯给那么多钱 或者给那么多武器 就显得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贡献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报道还提到 虽然俄罗斯是对几乎 发动了凶宅 但是 并没有阻碍到布林肯的访问行程 俄罗斯方面 他看都看实 布林肯就要避开他 一来 就算你真的要炸他 我也不认为 俄罗斯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乌克兰有这么多西方武器 去做防空系统 去拦截 所以 就算俄罗斯敢这么做 他亦都无从入手 不会成功的 第二 就是 给个胆你也不敢这么做 煞昂的嘛 人家国务卿你敢动 所以人家就在那里 睡一晚 没怕过 好了 布林肯就在 几乎一处的 遇难军人公务那处 竞献了花圈 又去到一间教堂 听取 有关于 乌克兰第一夫人领导的 心理健康项目的介绍 又探访了 美国驻基附大使馆的外交人员 还去到歌剧院附近的麦当劳餐厅 就和乌克兰外长 和乌克兰一起吃了一个快餐 那就不太健康了 哈哈哈哈 这个反而比较危害国家安全 反食脂肪很厉害 有拍了出来的 有些照片 两个人在那里吃薯条 其实就是要反映出给外界看 没怕过 定过台游 还有要反映 就算在俄军的游论下 凶杂下 几乎都尽量来都争取 一个正常的生活 扎林斯基总统就说到 他一直都是和高级的幕僚开会 制定计划 以应对冬季 以及他所说的俄罗斯恐怖主义国家 所做得出的任何事情 所以呢 布林肯今次访问乌克兰 其实就是确认了 乌克兰过去的几个星期里 他们是有战果的 这就等同于反驳了西方的指责 因为有部分的政客就认为 你这样打的时候 你其实是有没有效果的 你究竟是做到那个大反攻的作用出来的 有很多人是质疑的 很多这些声音的 就认为是你与其这样搞 不如不要再撑下去了 但现在就确认了 喂 一半以上的领土已经收复了 这个很重要 说回那个战果出来 截至目前为止 好了 其实乌克兰在日前 就已经公布了 他们在战场上的几个地点 是突破了俄罗斯的第一道防线 但是随后就会面临着更加坚固的 俄军防御阵地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就说到 乌军正在扎波罗尔地区向前推进 这是大规模反攻俄军的部分攻势 马里亚尔副部长还说 乌军在几个方向和一些区域发动了大反攻 某些特定地区 俄军的第一道防线已经被突破了 其实这一道防线就称之为所谓的 苏罗维金防线 一共有三道防线 三道防线都包括了有战壕来组成 但是每一道防线它主要的防范功能又不同 第一道防线就有两层的防护 最出的那层就包括了有战壕 防空桶的系统 以及是地下的隧道 由俄军的第58集团军 第76近位空中突击师 以及是其他的野战军 就驻守在战壕里面 第二层就是雷驱 第一道防线每平方公里 就埋了四万五千个地雷 所以为什么过去几个月 甚至乎大半年 乌军的大反攻的攻势 是会进展得那么缓慢 因为要扫雷 就算是俄军的人员 他要向后退 其实他自己都会中雷 所以这个连绵不绝的雷驱 同时也是促驳俄军的行动 使得他不能够从侧翼去返工 动弹不得的 这么多地雷你自己埋在 一旦误踩就自己拿来衰 好了 至于第二道的防线又是怎样呢 主要由龙齿等的物理障碍物来组成 龙齿其实就很久历史了 只需攻击角架和钢筋组成 路上最尖高峰的地方 就被饋加不起 防装甲部队 防铕银车 可以迅速前进 红驱来到这种以后 相应是较少了 而且也是分散的 不是一个单一相连的防线 所以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以后 第二道防线的防御攻势 就没有第一道的那么坚强 至于最后一道防线 据乌克兰准将 塔尔纳夫斯基所说 由于俄军投入了最多时间和资源 来建设第一道防线 第二第三道防线的投入就相对较少 只要再突破第二道防线 有机会就很快 打破第三道 整个苏罗维金防线就玩完 这个战略收皮 但现在就突破了第一道 因为防线长120公里那么多 只不过现在在几个位置出现了缺口 出现了缺口以后 还要去扫雷 所以有一个突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 其实就是要靠人命 乌克兰人的勇敢 保家卫国的决心才能做得到 而最新的报道就说 乌军的部队持续向 扎波罗尔地区来推进 逐渐靠近第二道防线 再有新的消息我们就继续跟进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